拿下了我們網路投票 終止新人王的第一名 打敗了我們的樂天洋將 多會 我們就是朋友 可是朋友有分很多種啊 你也要去G嗎 我們都是Shenger的一起 但不知道什麼 Always 另外一個 永遠都被拆掉 可能我們的距離是這樣 那個人的距離是這樣 沒有 你打哪裡的球 沒有 人家一定 他運球運得多好 人家現在是球品 他就是都會訓息我 後面我都不太會他 然後他就是那種會積極 會一直你不回他 還是會一直命你的那一種 然後呢 後來他就加入了open chat 然後你知道 open chat是可以匿名進來的 然後有一次他就回我說 你都回粉絲訊息都不回我 他說什麼 我訊息都比open chat早 然後你都先回open chat 然後不回我 很誇張 大家好 歡迎來到姑娘放肆 我是Dora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在這邊 我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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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壞姐姐 壞姐姐要進壞姐 學姐 學姐啊 學姐 不然是他長痔瘡了 哈哈哈哈 歡迎Dora 謝謝 謝謝學姐 我們這集的來爸當自己家 來是嗎 來自己家爸 來自己家爸 來中間 自己家爸 那個題目有沒有Re好啊 沒有沒有 我們看到現在沒Re隊過 這是妳姐的 口味更加不一樣 我們邀請到我們 鋼鐵人雅典娜女神的 扛把子 兼Mina的妹妹 對 兼Uni Girls 是今年的新人王 新人王 新人王 宗旨新人王 好多啦 妳準備好了嗎 最會那麼尷尬 沒有因為我現在很尷尬 是因為我很怕男我 很犀利的問題 不會啦 不會吧 犀利的在妳姐那邊 她聽到不滿意的 她就會想盡辦法 而且感覺妳們會很專 不會啦 我們等一下就是有 準備懲罰給不滿意的答案 懲罰的部分是指 等一下就看妳的表情囉 我畢竟就是當自己家嘛 就我們家我們的規矩 我以前是妳家的一員嘛 我是妳妹 啊沒有主廚家們啊 所以他們都還沒想好 要問妳什麼 就是先簡單的 自我介紹 我嗎 對啊 不然我們嗎 我是Dora 她是Mina 我是Mina 不是Dora 昨天Dora不在國慶晚會 不要再認錯 又有人留言說 有Yuki跟Dora就好 我想說 Dora不在啊 但我覺得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不是妳先站起來 我們的尺寸差了這麼多 你們要認錯也是很厲害 可能坐在最上台啦 但我們有一大截的差距 跟顏色上的差距 而且有一個是清新可愛 還有一個是 是 老闆妳說話 他碰到我的手了 好 他會 成熊美月 姐姐有姐姐的好 妹妹有美眉的可愛 美眉的可愛 大家一起是兩邊 所以不要在那邊 我有一個願望 我想到之後可以跟Mina同一組 那妳可能要長高 好 問一下 開場舞蹈是什麼 開場舞蹈 他不用跳 大家都看過他跳 啊 女孩日 他們有表演一個下班之後 但那一天好像看起來偏緊張 對啊 那天我真的是緊張到爆炸 妳要不要在那邊Shift一下 有些有個公司這樣敷的那個下去 我們這個 這裡有幫妳準備一個板子 沒有皮邊那個手先講就一點 對 妳就跳一段 五六七八 動詞大詞動 哇 開始進標 五百起標 我們這隻手留給今天 我們下面抽獎 我們如果觀看數突破個20萬 20萬 好我們先來問個關槍的 就是因為Dora原本是在 鋼鐵人這邊 然後原本是有想要跳棒球的嗎 有欸我一開始 加入第二年之後 我就蠻想要嘗試看看棒球的 因為他在進來啦啦隊之前 有以直播主的身份 來過統一開球 這時候還翻了一個人 讓我們就是 快掉出來了 不是 好高 對對對 那天好像穿著那個稍微 性感 性感一點點 我想問一個 妳覺得哪個學姐讓妳感到害怕 妳就不認識的狀況 對 妳看起來自己害怕 哈哈哈哈 初次見面的話 妳們兩個長相對看起來是偏凶 我們兩個嗎 就是長相的部分 可是妳第一天看到我的時候 我好像素顏欸 我應該也都素顏啊 我應該看起來 我看起來應該像是 是沒睡飽 我們看起來像是被卡到吧 你們看起來就很像班上 看起來很像不存在 但存在度又超高的那種 大姐大 就是說妳們平常不會講話 突然一樣跑來什麼的時候 妳們會講很大聲 就是可能這一句話 處理他 然後大家就要把他處掉 那種感覺嗎 脫廁所 哪個 沒有人跟妳們說過 就是妳們 妳們看起來 大家都是說他啊 他的眼睛很大 妳看有沒有犀利 有有有 犀利人妻的犀利人 有大顆有大顆 挖挖挖 對啊 妳看起來就像茶館茶 然後他聲音又比較低 哈哈哈哈 當女團長的時候 對啦 他有那個超低的 手一吞 還有人問妳說 這是女生的聲音嗎 我說 欸秀 這女生喔 應該吧 那我也想聽 就是 感覺是恐怖要來了 等一下 妳加碼漂亮 然後 就是妳有籃球棒球了嗎 然後那個常常去看球賽的那個旁邊 都會坐著一位那個 男生 可不可以 就是跟大家就分享一下 妳跟這個男生 就是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就是朋友 有 可是朋友有分很多種 妳也要去G嗎 我們都三個一起 但不知道為什麼 Always另外一個 永遠都被踩著 可能 可能我們的距離是這樣 那個人的距離是這樣 沒有 妳在打哪裡的球 沒有 人家一定 看他運球運球多好 人家現在是球瓶 大家對那個男生都很有興趣 但是就是我們 就是朋友 大家給我們一點交友空間啦 然後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什麼人就是有 那個 妳要卡卡卡卡 Doren 我想認識你啊 然後但是他們是球員 可是我比較多的都是 籃球的 哪隊的 那個 別去飯店 又是他 又是飯店哥 他是群發 那你講個關鍵字他又講了什麼 他超扯的 喔 想聽 他雞提到 因為我有把他 他雞提怎樣 我也有把他 喔是這樣 哈哈 雞提 我想說 他雞 我以為他說他雞提大到我又怎樣 我就 怎麼一次 太明顯 積極到 因為我有那個 OpenChair 我有一個社群 然後因為 他就是都會訊息我 後面我都不太回他 然後他是那種會 積極 會一直 你不回他 還是會一直密你的那一種 然後呢 後來他就加入了OpenChair 當然你知道 OpenChair是可以匿名進來的 然後有一次他就回我說 你都回粉絲訊息 都不回我 他說什麼 我訊息都比OpenChair早 然後你都先回OpenChair 然後不回我 很誇張 所以後來你還是有回他嗎 後面我就越來越少回他 然後因為我有把電視跟那個 小虎講 然後小虎就是說他就是 灌飯這樣子 他願意跟你這樣分享喔 我們這次會互通消息 哦 那你要跟他通什麼消息 你們沒有比較好的男性友人嗎 我嗎 我也沒什麼能夠好的男性友人了啦 我們沒有人會問我們都不回消息 都沒有人要密我啊 對啊 開放密 啊不要不要先不要 先不要先不要 我有點煩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 之前有上新聞 對啦 在之前呢 他還是球員的時候嗎 沒有 他也有密我 他還敢啊 而且他是我好友 前陣子還在密 還在密 那你除了這幾個 有欣賞的 其他臭死男 臭死男 籃球的話 我其實蠻欣賞那個 鐵米啦 他很可愛 我跟你說 怎麼說 我跟你說他跟一般球員不一樣 就是他感覺不是那種臭死男的類型 喔他不是臭死男 我是沒有人家相處過的 但是他感覺比較幽默的類型 然後他很喜歡攝影 攝影師 他還會身兼攝影師 那Dora今年就是跨除了棒欄以外 然後Youtube頻道也開了對不對 那你未來還有什麼對自己的會話嗎 因為我其實我今年才剛加入職棒 所以我覺得我在短期內還是會 把重心都放在啦啦隊身上 他會想要換顏色嗎 顏色的話 不會啊 怎麼會換顏色呢 那你覺得台南的天氣你習慣嗎 在球場的 台南真的是很餓 對 堅持下去 我們很快就要互扯唱了 還有堅持 當然是在台南喔 你們看我 堅持 為什麼要睜眼說瞎話呢 地續 就是關於今年啊 他拿下了我們網路投票 終植新人王的第一名 打敗了我們的樂天洋將多會 你有什麼心得 因為我覺得那個投票網 感覺那個時候多會的粉絲 他們比較沒有follow 所以 讓我僥倖得了第一 但是其實我也蠻意外 我可以到第一名的 受寵若驚 對 那我覺得你也是小看了你自己 我可能我小看了我的粉絲們 他們真的是向心力很好 很挺耶 真的 但是真的必須說是真的 就是你的男粉 女粉還蠻平均的 因為我們都是 對女生來講就是很討厭的 沒有 我沒有 就是一開始啊 就是我們的女粉真的很少 大家就看到我們這種 尤其是我們刻板印象就會覺得 可是很難清淨 對對對 你進來的時候有沒有聽過什麼傳聞 關於統一的傳聞 就之前有聽說 你們學姐學妹姿態很嚴重 沒有 我們現在的學妹 完全不把學姐放眼裡 有例如誰 例如那個 你的手勢剛剛是比什麼 例如那個是 手抖了一下 沒有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學妹 他們是很可愛的互動 可是他們在開玩笑當中 他們還是會觀察你的 他們不是那種 就是真的沒大沒小 可能就是 可以跟你打打鬧鬧 不會有那麼強烈的距離感 反正我覺得 跟你們相處到最後 我會覺得你們 我覺得我們跟傳聞中不一樣 對啊 我們還甚至還想知道 那個傳聞中的人是誰這樣子 我覺得那可能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 嗯 那還是不要用耳朵去了解一些事情 還是要自己去輕時的了解 認識我們 比較好 我想要認識的部分 就是你說你進來 你沒有認識到任何一個人 但是你認識我們老闆 你覺得我們老闆如何 你有沒有私底下講過他換話 對 我跟妳說老闆呢 跟女人像是屬於同一種人 他也是那種看起來有點兇的類型 然後可能就是他也不化妝 所以就是 沒有沒有 不化妝 對 就是平常就扮黑臉 還是本來就是黑臉 本來就是黑臉 但他的身份本來就是要扮黑臉啊 不然我們哪 沒錯 我們也不適合 對啊 我們 他在保護我們 對 反而就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跟女人剛加入的時候 他對我們會比較嚴格一點點 我覺得他後來 他也是怕我們被球迷攻勝 所以他對我們會稍微 比較嚴格一點點 對你來講 就是你之前所謂的 面餓心善嗎 對 面餓 原來是 你還在講老闆啦 面餓心善 反正因為老闆他就是 我們每次練習他都會在旁邊 看我們 然後都會配我們 然後有一次 我就有問說 老闆我們每次練習你都會來喔 然後他就 當然啊 你們每次練習我一定都會在啊 然後下一次又不在這樣 對 我跟妳說 他很常這樣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問老闆說 老闆你明天會來嗎 他只要回答說 我還不知道耶 他就不會來 真的嗎 對 他有這個答案 就代表他不會來 我跟妳說 我在還沒有加入 UniGirls的時候 我看到你們的動態 最好笑的是 他放生你們先回家 對 他會說我等一下要去 趕哪一班高鐵 你們就先走了 而且他講的時候 還不是 喔我等一下要趕一班 他不是 他說 喔我等一下要趕高鐵了 你們要加油喔 他還用這種話 然後我們就這樣 好想撐在他後面 就是他那樣的 我是覺得很好笑 對啊 我是覺得很好笑 那時候就覺得 你們互動很好 那個氛圍 那個氛圍 氛圍是很好的 對我那時候就覺得 互動很親切 我們這個老闆不太像 就是老闆很像是我們的同事 可是我覺得我們老闆的 他的身分做得很好 是他又可以跟我們是朋友 但是我們 他在講重點是 我們又可以很尊重他 因為有些人就是 他可以跟員工好 但是有時候他就沒有 沒有威嚴 對 但是我們老闆真的是 在這一塊 我覺得 拿捏的 拿捏的很好 那明年就沒有你了喔 這個月就沒有你了 你不要再不聽話啊 他也不好好表現啊 你不要摸摸我 好 然後最近呢 你還有什麼 短期內 短期內的計畫 我其實一直都蠻想要 生小孩 生小孩呢 會是未來規劃 因為他一直說就是 婆婆 最婆 我是最婆 我不是啦 婆 那妳知道妳跟我撞嗎 我是國民人妻啊 沒有他是準備過氣的 國民人妻 短一代 廣期了 我是1.0到2.0啦 我是2.0版本 我覺得我短期的願望就是 其實我蠻想要當那個KOL 你不是已經是KOL 對啊 是啦 就是我覺得要再稍微 更專精一些 因為我很喜歡旅遊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出去玩 然後我要自己錄自己 其實 有一點難度 因為就是這一集在那邊 你沒辦法去怎麼顧到 整個環境什麼的 妳的視線其實很固定 就可能需要一個團隊 對或是找一個要會運進的 男朋友 好 那首先男朋友 男朋友 又是男朋友 男生朋友 男生朋友 還要有那個會運進 會運進 會拿手機 懂拍攝 跟甜蜜一樣 好啦 那我們Dora最後想跟大家說什麼 希望大家也可以幫我關注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叫做 Dora小微微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 UNIGIRLS 跟姑娘放肆 等一下 我剛剛會找一個東西 懲罰 什麼懲罰 我今天表現得很好吧 那就是那個 那就是一個show time 我有沒有想聽那個Dora唱歌 我沒有聽過Dora唱 欸 她會唱張惠妹的歌 那妳要唱什麼 剛剛會不會那個記得吧 那要跟我說 來囉 開始 誰還記得是誰先說 永遠的愛我 以前的一句話 是我們以後的傷口 過了太久沒人記得 當初那些玩弄 我和你雙牽手 說要一起 走到最好 果然是獅子座 哈哈哈哈 好聽耶 好聽耶 聽那個溫柔是不是 對啊 Bitch 我們覺得明年你可以挑戰一下唱歌 我也是念的 唱跳 自己跳我唱全舞吧 自己唱唱絲 就是黑心 好啦 就是我覺得你可以挑戰看看 你可以先練練看 好 明年 對 我們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或者是你們有想什麼 老闆 明年我還會在吧 老闆 老闆我們的約還可以進去吧 老闆比較怕後面被插的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嗯 呀 呀 阿